你就給我開這種價錢 你不是比原廠高嗎 很多人喜歡我的車 只是說要開的價錢會不會 啊 再巨匠然後講 啊你一樣啊 那喜歡看你們這兩件對不對 他們就說都很好啊 我跟你們講 我的車是沒什麼問題 歡迎來到 大家好 中午車值多少 那我們現在人在高雄的高鐵站 我們來去台中出任務 去顧一台極品的車子 什麼車 它是2022年的UX200 白色的跑8000 都是我們車上最愛 重點呢它這個是 8月之後出場 代表它是2023年式 然後它有一些小小的改動 這個我們等一下到店長再去做介紹 那這台車 當時它是有分 精英版跟精英PLUS 主要的差異呢就差兩個地方 MORMAN 跟18吋旅圈 我們再來是精英PLUS 然後他們的新車那時候只差4萬 你覺得這4萬有差嗎 多這兩個東西 4萬蠻也合的啊 MORMAN 說要加裝已經挺麻煩 如果是我就直接買到定 就是怎麼樣就買到最高啦 反正之後也比較好脫手 那這台車 新車那邊它已經確定 UX200已經要停產了 因為它好像之後要出一台新的規格車 它叫什麼LBX 它為了要去鋪陳 現在你新車呢 只能買得到油電 所以呢 那這台車我們就有優勢了 因為你現在新車買不到汽油 那如果說你只想買汽油的 那你就能去二手市場車找了 好那剩下我們到現場再去介紹吧 走勒 現在我們真的很缺車 高價收購你的愛車 等你喔 所以當初你們有在考慮其他車型嗎 沒有 就是這一台 就這一台而已 因為想說比較好停車 是 還要上課嗎 還是要上課嗎 沒有人上班了 我看看起來很危險 各位觀眾應該想要看但是 但是 對 你幾人一次的 我九一的 你三 那你呢 八八 我們幾人一次你開始做了 其實我一看一看 你應該跟我們 你要看一下 我們幾人一次的 我們84的 對 那最近幾位久了 我一開始在銷售部 我坐三年 對我是高中畢業就可以坐 喔那很厲害 因為這種孤車的比較細節 所以你要累積經驗 我只是跟你講 你這個是浪費時間嗎 我的車是沒什麼問題的 確實啦 沒錯 但是我們還是要幫下一個 消費者把握 我知道 我會捨不得 當然啊 但是問題就沒在開 有人去 我說你一直擺著不是辦法 很多人喜歡我的車 只是說 他開的價錢我不滿意 所以就是原廠 顧到一二嗎 對 你去給我開這種價錢 你不是比原廠高嗎 我就不滿意 我老公就喜歡你啊 我哪有辦法 沒錯 你看他開這個車子就回去 幫你拿那個地毯的那個地毯 我們從來沒用過啊 車主爸爸叫咪 這寶寶平常看影片的 他每天都在看他的影片啊 就是他 我老公他的影片就是你對不對 他應該是看那個 宋小弟 就他剛剛跟我講 但他在看我們影片 他在看那個什麼 紅打國際哦 沒有紅打是北部 對我知道 他們北部也會看紅打國際 他很愛看啊 在巨匠然後講紅打 你一樣啊 那請問看你們這兩間的 他就說都很好啊 他沒有問紅打 他就是那時候早上的時候 我出去嘛 然後回來他就說他有聯絡你 其實我們動作蠻快的 因為他早上就跟我們講 然後我們下午就來 算蠻有效率的 對 買車嗎 因為我 你剛剛想買車 我先弄車 你們有嗎 有啊 就 MATO3 很有啊 那個時間太低了 不然就 他有個什麼UX310啊 純電的 對 就不想帶這個車型的 不要帶這個車型的 對 因為我年人先他比較低啊 所以平常都是 騎摩托車 那有車子有接送嗎 好有車子有接送 又看內裝幾乎 跟全新的一樣 很新的 對啊 全新的 就是 沒有好價格 想賣更高 加價收購來找巨獎 那 這是現在的里程數 假設你們之後 有收到違規 或是說我們 把這台車拿去做什麼事情 任何的刑事責任 這個時間點之後的都算我們的 對 那這個里程數一樣 之後的都算我們的 然後過戶的 所需費用 就是以防 就是我們這邊的數值 然後保險的話 你明天你就打給保險公司 你再說你車子賣掉 然後你跟他說除了強制險以外的保險 就責任險都可以退 啊強制險就不要退 因為強制險都可以我們做過貨 好嘞 我們現在人在蓮池潭 那為什麼會在這邊呢 是因為那時候我們拍片拍太晚 我怕大家應該會看不到我們 所以呢 我們另外找了 就是比較天氣清朗的日子 來拍車子的介紹 好我先介紹它的外觀啦 首先它的水箱護照 就是類車子他們家 非常著名的仿錘型水箱護照 然後我個人比較喜歡是它的 就是它這邊有點類似那種魚鱗的感覺啦 它們的日行燈 晚上的識別度很高 就是一個倒影龍 今天不管是什麼RX、N、X、IS 它幾乎都是這個日行燈 然後它下面的霧燈 它是用那個鋼琴烤漆的開子 所以我覺得它外觀還蠻有運動感的 而且它又是代步車座 年輕人應該是會蠻喜歡的 然後再來是它的鋁圈 因為我有講嘛 它這個是精英Plus版 它的鋁圈就是18吋 那它是採用雙色的 比較低階那個就是17吋 然後它是單一顏色的那樣子 那輪胎的部分呢 它是採用私家序跑胎 優點就是安全性高啦 但是缺點就是 它的胎噪聲在市區 或是在高速會比較來得超一點 你在後續可以自己換掉啦 側邊的話它的後照鏡 據我所知啦 不管是IS還是其他的 後照鏡都是常用雙色的 再來是它的GIN Plus 還多了個Moment 基本上外觀就這樣子 我們介紹它後面吧 屁股的部分 它2023年是 原廠有做一個小小很小很小的浮動 原本這邊是有個Lessus的那個 它的廠牌它把它拔掉 後面感覺比較簡潔一點啦 不會說太多標這樣 就只有改動這個 那我要特別講它的這個後箱蓋 比較特殊一點 因為它為了要減輕重量 它這個後箱蓋呢 它是採用這個 上網查它是說素質材質 就是這個聲音 就是 減輕重量 然後它其他的板件 葉子板 形蓋 車門 它都是採用那個鋁合金的 它的晚上識別度 除了車頭 它的車尾識別度也很高 就是這個一線 一線包 然後2023年是最炸最大改變 我自己覺得是它的主機啦 螢幕中控 它有一個地方是它的面板 拉吉棒 就是它這個紋路 盒子紋 它摸起來蠻好摸的 感覺你在遠看是什麼 什麼刮傷 有沒有刮傷 沒有它這個其實就是 盒子紋的特色 其實它有質感 然後這個螢幕啊就是 它原本是坐得很後面 大概坐到這個位置 然後它這個新延式 就是把它往前移了14公分 就是讓你 方便操作 對因為讓你就是很靠近駕駛 然後它整個螢幕就變成全新的8吋螢幕 然後整個的介面 完全就跟舊的 是完全不一樣 因為以前舊是在Lazers 就是它背景是藍色的 對啊很爽啊 它改成這樣子 我自己覺得蠻喜歡的 以前Lazers 它們的螢幕控制 都是用一個觸控面板 它原本是坐在電熱椅的這個位置 然後原廠為了要讓這邊 簡潔有力 所以它把這個觸控面板 給取消掉 讓你這個螢幕只能用觸控 然後這邊那個時候 它這邊還有一些旋鈕 什麼調節音量那些的 這個也把它取消掉 然後呢 之前這邊呢 還有一個一放CD的 它也把它取消掉 那把它編熱椅 從原本的這邊 做來這邊 新增了兩個Type-C的充電槽 然後原本的USB它改成 在這個中控 這邊 中控這裡 就有兩個USB 然後它這個 蠻特別的啦 它這個是對開式的 就是雙開 對 然後這時候我就很想玩 那兩邊即開 然後它是不會讓你開 你還敢說你不犯 剛前面沒有提到 這台車它的收購行情 現在目前應該是落在 110萬左右 就是看你的車況去增減這樣 那因為這台車呢 車況真的太漂亮 車主也太 不是 車主人也太好了 對 所以呢 這台車我們決定就是在 加加購上去 那其實客人他自己也有問 車行跟原廠 那基本上他普遍的車商大概 問到最高都是110 然後呢 原廠呢 是跟他報 112 當天早上 客人馬上打給我說 啊 我現在原廠呼吸到112 你是不是在加 所以呢 其實我跟客人是當天聯絡 當天下午就直接去 看車 然後簽約這樣 所以呢 最後跟客人呢 協議的價格就是 112萬 5千 加了5千上去 其實一開始客人 覺得說只加5千 覺得太少 但是客人為什麼還是賣給我們 是因為 我有跟他提到說 我們要拍片 他會說 欸 拍片也是 可以留念 體驗看看 那 這集的收購UX的影片 就先到這邊 那如果說 你有喜歡我們的影片的話 可以幫我們按讚 訂閱 分享 開啟小鈴鐺 你想要知道你車子的收購價格 建議你可以加我們方方的LINE 我們會 馬上請專員給你做聯絡 你還有時間的話呢 就是可以追蹤我們的 IG跟臉書 最新的競爭數據 都在線紙專案上面 那我繼續顧下載車啦 大家再見